202 正在呼叫 请等待 这种书信往来就是有一个知音 我比如说遇到一些困境 甚至说身体不太好 然后就接到一封信 我有时候他也没有时间 我就想起来就给他写几句 这都是我自己有的时候 我看报有些心得或者是有些感想 我就给他写一段 这次他去参赛 就是他录制完以后 我是给他写的对照 艺术从头至尾就是个人主义行为 甚至是极端个人主义才好 否则就没有艺术的创新和独特 但是独特也要有适度的问题 为了独特而独特 走向极端是另一种浮浅 甚至是另一种有欺骗性的平庸 觉得很奇妙 因为当时可能确实有这么一个困境 然后就是我就收到了这个条 不能说就是很具体的解决问题 但是让我能一下就看开 给点精神营养 对 给点点浓药 小时候比现在长得好 现在也咋变丑了 对 真的 我选择出来他几张小时候的照片呢 给点点浓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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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